大家好,欢迎来到吴家美食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蒙古风干牛肉干 一块牛后腿肉,去筋膜 改刀,顺着肉的纹理切大片 切好的肉片顺着肉纹 下刀,把它改成长条 中间不要切断 洗锅,锅内放入食盐 花椒 八角 开大火炒香 切好的牛肉放入盆中 放入白糖 白酒 炒好的盐 搅拌均匀 盖保鲜膜放入冰箱 腌制两天 两天后将腌好的牛肉挂在通风处 在室内的话可以找个电风扇一直吹着 让牛肉迅速的风干 等电风扇吹的话 24个小时就可以了 24个小时后 我们将风干好的牛肉 放入烤盘中 烤箱底部加水 让烤箱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 放入牛肉 350华氏度 烤至90分钟 90分钟后 我们取出牛肉 家用烤箱 制作蒙古风干牛肉干 谢谢大家观赏 记得点击关注